那一次就蠻嚴重的 因為基本上送救護車到醫院 我大概肋骨端的站姿 如果你不願意全力的投資自己 就不要奢望別人投資 那天開下來時間 是我們全場所有賽射手最快的 我們這邊現在第一個問題就是 但我們知道您在不管在國內或是國外參賽的紀錄真的非常多 那不管從GP到房車到立曼賽事 有沒有哪一次的賽車經驗 是您覺得最值得提最驕傲的經驗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然要講到最值得提跟驕傲的 那一定是立曼24小時的大賽 因為不管是從電影裡面電視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到那個介紹 其實如果你沒有親身到那個現場的話 其實電影裡面的敘述跟電視上的敘述 大概只能 你雖然感覺到很震撼 但事實上應該 你感受到不到十分之一 了解 你在現場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是比奧林匹克還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為現場幾十萬人 比任何的全世界任何的運動 他是屬於最大的一個 你就算奧運的時候 你在奧運會場也沒有辦法有三四十萬人 而且其實參賽的車隊來說 很多都是場隊 都是正式的他們車場support進來比賽 對對對 因為立曼24小時的大賽比較最特別的是 因為他 他並不是一個開放你可以去自由報名的一個比賽 除了提供給賽車場場隊的一些保留名額以外 其他的私人的車隊車手的名額 都是要靠在全世界各地的人巡迴系列賽裡面 拿到冠軍的不是前三名字 只能拿到冠軍的車手才能夠去參賽 那整個從 但我覺得開賽那一剎那是一個點 在這個之前我們做了哪些準備 可不可以跟我們提一下 大概從幾年前開始規劃 他就是說譬如說 如果我們要參加立曼20小時大賽 你要很早做計畫 然後你要先準備先去參加他的系列賽 那參加系列賽基本上 等於是你要在比賽20小時前的一年兩年 就要開始做準備 然後去參賽 參賽過程還要長達整個賽季 所以說那就算賽季完了 你拿了冠軍以後 你要去做訓練 參加立曼20小時的時候 你還要先去參加他在法國的一個 就像很大一台的一個 在一個那種要爬樓梯上去 很大就像那種飛行模擬器 那麼大的一個模擬器裡面 你必須要做模擬器 一整天的訓練跟測試 就他給你做一天的實際模擬 他所有的跑道包括白天晚上下雨地滑 模擬各種立曼 因為一圈是3.5公里的那種 奇怪的那種地形氣候 然後包括晚上 包括後面有大燈照你的各種情況 然後你最後要經過考試 你考試還要及格 否則他還是取消你的資格 然後在這個過了以後 你還要在賽前 三個禮拜以前還要去參加 他的一個賽前的一個 一個叫做Testing Truck Day 你在那個Truck Day裡面 你跑的時間 跟你跑的狀況 必須還要能夠 quadrify 足夠進入他的資格賽 你才能夠參加 三個禮拜以後的正式賽 所以是蠻複雜的 那在正式起跑之後 因為我相信那種耐久賽 你一定會遇到各種機械狀況 對我們蠻特別的 因為我們跑的那一次 其實也可以說順利 也可以說不順利 那原因是因為 我們就在預賽前一天 我們的車子在練習賽的時候 我們車子整台車著火 整台車基本上三分之二台車是燒掉的 那基本上在同一天裡面 我們開的是保時捷 我們同一天裡面燒掉的保時捷 有燒掉了三台車 可能當時他們保時捷 騎供的儀器有一點狀況 當然保時捷供是非常的棒 他在連夜從德國 用卡車連夜的 不停的把零件裝配 然後送到賽車場 然後我們都沒睡覺的 我們把車子給修復了 然後繼續參加這個比賽 那另外比較特別的是 他很奇怪 他因為他站地蠻長 尤其在那個季節裡面 六月的那種季節裡面 他們夏天那個季節 你幾乎是很可能 一半的跑道是出太陽 一半跑道是下雨 基本上都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很 很困難的一個跑道 那因為我的經驗 利曼的本身經驗少 所以當我在跑的時候 車隊是刻意的希望 盡量是在下雨的時候讓我下去 下場會比較安全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基本上每次看到雨一停 我一出場 大概一圈以後就下雨了 所以基本上 我整個利曼的賽事跑下來 80%我都是在 濕地雨地裡面跑的 也算是重新認識這條賽道 對 但是當然那是蠻危險的 瞭解 那剛剛有提過 但我覺得賽車比賽一定會充滿 各種想不到的意外 那有沒有在整個賽車生涯到現在 我們哪一次受傷是比較嚴重的 當然其實我跑賽車 就大家知道已經跑了30年了 那騎牌場的比賽下來 當然意外難免 因為賽車本來就是比較有 高度危險的一個運動 那其實我在澳門 也有兩次的比較大的車禍 但是最大的一次是在泰國的 就類似像澳門封街的 一個很大型在涵亞洲的 一個大型比賽叫Bangsem 這個Bangsem是在巴塔亞的海邊 封整個南巴塔亞的城市封起來 辦比賽的 那一次比賽當中 我的機械出了狀況 所以整台車在五島全油門高速的狀況下 在直線底 因為它是封牆的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 然後撞上牆 在空中大概也翻了兩三圈 然後那一次就蠻嚴重的 因為基本上送救護車到醫院 我大概肋骨端的站著 所以整體來說算不幸中的大型 對 不幸中的大型 是因為你煞車突然就踩下去 就好像斷線一樣 什麼都沒有直接踩到 踩到地板上去 已經沒有任何東西了 然後而且是五島全油 所以就踩煞車撒那 所以那時候我的選擇就是 撒那間突然選擇 就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 就有一個想法 我就趕快就朝旁邊的護牆撞上去 我就選擇撞護牆 然後讓車子用彈的 那彈的狀況又剛好 去掃到前面的 就是後方再追上來的車子 所以撞上去也減速了一點點 但是就撞上車子以後 彈到天空上面 然後再撞到牆上面去 所以蠻幸運的 因為通常如果是直撞 在那麼高的速度 直接撞到那個牆上 因為它是整個封馬路沒有所謂的環送區 環送區就是那個輪胎強 我想那個可能受傷的 會更嚴重一點 從過去帶來AI全美國際賽車 它一直有在代理一些部品 那到現在 最近有成立Garage 91 對 那我想在整個經營事業的部分 應該有蠻多 應該說收入 是拿來再回到賽車上 沒錯 其實老實講我最早 並不是做汽車這個行業的 我做的是一些服飾服裝的 包括我自己來做過服裝的設計 那從事這些汽車 理解的買賣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我們需要更多的精源 來給我們車隊的開銷使用 那很多人選擇 當然是要去找贊助 但贊助並不是那麼容易 那與其求別人 不理求自己的情況下 所以說我們就希望能夠創造更多的一些 一些財源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些這些生意 然後把這些生意的所有的收入 全部的幾乎百分之百的 回到我們的賽車隊 那當車隊的開銷越來越大 代表就是我們要想辦法再拓展另外的生意 所以於是我們生意就越做越多種項目 然後大概海外的分工資也一直在開 那基本上就不管是台灣的公司 海外的公司所有賺的錢 就百分之百是在AI的車隊上面 了解 其實當時我參加過全美的車手選拔的時候 我對三哥在現場 高卡的一個現場 講過說在別人贊助你之前 你一定要自己先贊助自己 我真的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現在就是說 有這個賽車夢不管年輕人或是車手 來談一下這個想法 其實我覺得這個想法不管是20年前 我對你們說的這個話到現在 我覺得都是他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包括甚至在用在生意上面 它還是同樣的一個道理 我們的人常常會有很多人 會有很多的夢想 不管你在賽車上面或是在做事業上面 都有很多的夢想 但是每個人做了這個夢想以後 雖然當你開始實現這個夢想 但常常你希望的就是別人來幫你 那我必須要講 那你如果能不能夠放手 百分之百全力的去做這件事情 你自己能夠全心全力去幫助自己 你怎麼樣祈求別人去幫你呢 那譬如說就算最年輕的人 我想做一個事業做一個生意 那你就想要希望說 你的爸爸媽媽或你的朋友 或者什麼人來投資你 讓你來完成這個夢想 其實有個問題是 你自己要先投資自己 所以你要展現出 你把你所有的經歷 你所有的你所有的經歷 所有的時間都投資在這個地方了 讓別人看到了 你再來跟別人說你是不是 就是覺得這是一個既有古代 你也來投資我 贊助我 我覺得這才有一個機會 但是包括很多的賽車手 像我過去有太多的經驗 我們AI大門永遠是為一些朋友開的 但很多人走進來 我跟我講說他有賽車夢 他覺得他有潛力 他可以開得非常好 他希望我們車隊能夠培養他 贊助他 我覺得這些朋友就想的太天真了 你自己不是因為你的夢想 或是你對自己的 你很認可自己 或是你對自己很有信心 這就是足夠的 你必須要付出 你有天分 我們必須要想 其實有天分的人非常多 只是我們沒有發掘到 或是他自己沒發掘到而已 重點是有天分並不是重要的 而是我相信後天的 願意投入跟努力的 是遠比天分還要重要 但是天分是獲勝 絕對獲勝的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但是獲勝有兩種 一個是絕對的獲勝 一個是也是獲勝 對不對 但基本上要獲勝最重要的 我覺得是你沒有百分之百的投入 不管你暫時再有多的天賦 都是沒有用 天分都沒用的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願意全力的投資自己 就不要奢望別人投資 你每天的生活中 你還有去看電影嗎 你還有吃大餐嗎 你還有去唱KTV嗎 你還有時間去到處去玩 跟朋友聊天喝酒嗎 如果有的話 你就不要期待別人贊助 因為你應該把這些多餘的時間 跟錢錢拿來賽車 是 我們這邊有注意到 但阿山哥的女兒 也有開始接觸賽車了 可不可以跟我談一下 這一段大概是怎麼樣開始 他賽車的過程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們希望小孩子 會跟我們一樣 但沒辦法 我們也強求不來 很小的時候 我們最近帶他去卡丁車廠 他大概開了一兩次 大概七八這裡 八九這裡就開了一兩次 後來小女生就覺得說 流汗不好玩 太辛苦 不好玩 就不想要開 一開始是拿50塊錢 騙他去開高卡 後來必須要拿100塊 後來拿150 後來拿了200塊他都不開了 沒什麼興趣開 那突然就有一天 到了十六歲七歲 就突然有一天跟我講說 他想開賽車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看著我們的賽車那麼久 他覺得大家都很有 過得很開心 跟覺得大家都很有這個 就生活上覺得很有鬥子 滿不錯 所以後來想了想 他也想要嘗試 於是就這樣嘗試了 那嘗試的過程中 有很多的讓我驚訝的地方 其實從小到大 我並沒有特別去教他開賽車 因為第一女孩子跟爸爸 沒有什麼話好講 那通常來講 家長跟小孩子溝通也太容易 但是他在開賽車 從卡丁車一直到開賽車 都展現了驚人的實力 譬如沒有人教他什麼卡丁車 但是他可以開的時間 基本上跟場地的最快時間 基本上都很接近 十六歲 十七歲沒有駕照 沒有駕照的時候 路上也不會開車 但是我們第一次把氣地貨 全新的車子空運來的 才剛剛把保鮮膜拆開的 椅子幫他鎖一鎖 他坐上去開 那一天開下來的時間 是我們全場所有賽車手最快的 包括比我個人還快 為什麼 我們並不知道 所以我們從那一次才決定讓他賽車 因為那一次我們日本的車隊經理 歐洲的車隊車手 日本的車手全部都在現場 我們只是想讓他測試 基本上他做的時間 跟我們歐洲職業車手的時間 差不多是一樣的 然後比我個人還快了 大概0.3秒的時間 那為什麼 我們並不太清楚 但我是給自己一個理由說 我對卡丁那一種M4的變速箱 我實在是有點不太適應 但是畢竟他連車子都還不會開 然後於是我們就讓他正式的進入 然後用跳樂式的方法 一直訓練他跟讓他去 一直很快就跳到G.30賽 對他未來有什麼期待 或是有可能比較發展 我想期待是我們的期待 但他自己的期待要看他自己 當然我們的期待是希望說當然 AI的精神 當然我在開一條年我要退休下來 我希望AI的精神除了現在的我們的一些車手 繼續傳承下去 我們也希望說 有最年輕的這一代人都繼續傳承下去 那因為我們AI的所有的夥伴 所有的員工 基本上都是愛賽車來進入這個公司 每個人努力工作賺的錢 都是給了這個車隊用掉 所以他們都很希望 我們除了說我退休下來 還有另外的人能夠繼續的繼續開下去 所以我們的期望一定是這樣 但是小孩子到底 對自己的期望是什麼樣子就很難講 當然他現在個人的期望 就是希望成為真正職業的 國際職業的一個車手 那老實說他在很多的媒體訪問裡面 他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裡面 他認為阿三個是不夠快的一個車手 在他眼裡面他認為 他說他的目標是絕對要比我快的 他說他的目標不是在於我 在於國際上面那些職業上 更快更快的一個車手 所以他自己的期望應該是更高了 對 所以事實上在2019年 去年因為沒有賽事 2019年的GT3賽事裡面 本來是我們安排讓他跑AM組 但是他拒絕跑AM組 我們說他在AM組裡面 他的機會就是上半年來的機會比較大 但是他拒絕要參加 他說他要跟阿三個同一組 他說他要跟我拚 所以他選擇跑AM組 然後來跟我再同組競賽 當一個組別 那事實上也有一兩場是贏過 那我們再回來看一下我們台灣的環境 就是說過去就有TIS龍台賽車場 那到十年前大鵬灣開幕 那到現在又有利保賽車場 大概準備要正式營運了 就談一下就是包含整個場地 我想說場地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對賽車環境來說 那跟您看說 例如說最近十年 最近二十年 整個台灣賽車環境的演變 其實這個賽車場來講 對賽車運動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不管是我們的這些車隊啦 車手啦 或者是包括一些企業 不管你怎麼樣的推動 你如果台灣沒有一個場地 你只能往外國跑 那你本土的賽車運動 你的推廠實際上就會有很大的阻力 那我們可以看到很久以前 我忘記已經二十多年了吧 二十多年前這個 我們這個龍潭賽車場 你可以看到龍潭賽車場 之前他沒有賽車場的時候 我們只能跑一些停車場 Gimigana這種比賽 然後大家很辛苦的在推動 但是龍潭賽車場雖然非常的小 那小到基本上 只能比說大型的卡丁場吧 但是一個龍潭賽車場 就讓整個台灣的賽車 事實上是很多倍數的一個成長 然後也變得很 大家開始真的去了解賽車這個運動 在沒有賽車場以前 大家連賽車都認為說好像是飆車 那其實在就算龍潭有賽車場 還是很多人認為是飆車啦 但至少也改變了一些大家的認知 後來龍潭因為它太小了嘛 當然就只能發展到一個程度 但是一直到了 有了這個大鵬灣的時候 事實上看到台灣的賽車 達到另外一個高潮 那儘管大鵬灣的賽車場 其實在我們這樣 在國際上比賽起來 大鵬灣的場地 其實不能夠算的是 非常的一個完善的一個場地 因為不管它的彎道的設計 還是它在彎道的速度 或是在這個 彎道的這個賽車場裡面 能夠訓練到的一個技巧 那包括說車子整個比賽賽車 在裡面的競爭性 當然都沒有辦法到外國的 怎麼樣的完善這麼好 但是畢竟 它還是台灣第一個 所謂標準的FIA的一個場地 也相當的好 也替台灣真的是推廣的規則非常的大 很可惜當然在兩年前三年前就關掉了 這比較可惜的 我們希望它能夠很快的 能夠在政府一些問題狀況解決完以後 就可以再繼續的重新再開賽 我們看到這個利寶 現在也蓋了一個賽車場 然後它也是一個FIA國際任何的 一個grade 2 的一個場地 那其實它花了非常多的成本在蓋這個賽車場 因為在新建的期間 我也去做了他們的顧問 那比較可惜是我參與的時候 是比較在他們已經在建設的比較默契 那很多的規劃已經完成了 所以沒辦法把我一些經驗 我跟意見能夠全部的帶給他們 讓他們來做一些場地的規劃 能夠讓更適合我們的這些車隊跟車手 不然畢竟來講 它還是做得相當的好 尤其它在一些PIN LAN 維修區 包括媒體中心 包括在CONTROL ROOM 這些都做得非常地國際標準非常棒 那其實唯一的就是因為場地的限制 因為它是一個台地 那個場地的限制的大小 所以它能夠設計出來的跑道的彎道 上面稍微比較沒有能夠高速彎 然後可能在一些非常高速的這些FM3 或者是甚至GT3這種車子 可能沒有辦法做非常的合適 那畢竟在其他的這些賽事 包括我們的這種TCR啦 房車賽啦 包括這些改裝房車啦 包括我相信到這種FM4這種車子 它都是非常好的一個場地 那這個場地我相信也可以帶給台灣另外的一個 整個賽車運動的另外一個很大的提升 那就我所知就是福特過去有贊助整個全美車隊 來有點像是類似像場隊這樣的方式來進行比賽 那可不可以談一下就是國內的車場 像對於賽事經營來看的話 他們的態度怎麼樣 對態度怎麼樣 我必須要講到福特這倒是蠻稱讚 也非常感謝福特公司 我覺得感謝福特公司 並不是說以往這些年 它有曾經贊助過我們車隊 然後由我們AEI車隊來負責幫他們做台灣福特的一個場備 其實我要感謝他們最重要的是 台灣有這麼多的車場 但事實上有所謂的賽車運動精神概念 去參與運動這個賽事的 我覺得最棒的是福特公司 那其實我跟福特的公司合作已經有超過20年了 但是這20年來並不是代表福特公司的高階主管是同一個人 他們這些高階主管也輪替過了幾次 但是事實上每一任的這些的高階主管 都有一樣的認知跟共識來參與賽車的運動 這賽車運動並不是光光的投入在AEI的車隊 而是他們有投入在台灣這個賽車的圈子裡面 包括當年他們就是投入的這個福特的 福特的1MAX RACE 這個統一規格賽 包括到提供經費 讓AI幫他來製作場車來參加比賽 然後在這麼多年來講的話 也不予盡量能夠提供一些資源 來讓一些台灣如果有些賽車運動 他也會提供一些資源 到現在最近他也跟我們提起 然後我們一起共同合作 要在今年的這個4月底 可以在這個利寶的賽車場辦 利寶拿到這個FIA的標準license以後的第一場正式的比賽 那所以說我們對蘇克公司的對於賽車運動的這個投入 我們也非常地感謝 了解 那這個大概我們影片發佈的時間點 他們應該已經正式公佈了 對對對 所以可不可以讓我們透露一下 對對對 我們希望這影片是在他們公佈的 一定會 因為這個 這是一個我們現在正在規劃的 辦已經確認的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我們將在這個4月底的時候 大概4月29、30、1號、2號、5月1號、2號 這段期間我們辦利寶賽車場的第一場正式的一個比賽 那這個比賽當中主要的重圖戲會在於這個Focus的這個就是同規比賽 這同規比賽裡面有分這個原廠組跟這個改裝組 原廠組比較特別是因為為了大家比較要車子統一跟性能統一 所以它會在局限在最新的Focus的這一款車種上面 那它是一個自排的車子 採取的是一個單圈的計時的一個比賽 但是我們提供有非常多的練習時間 讓大家可以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在上面做一些練習 做一些甚至我們可以說訓練 然後很開心的去參與這個活動 然後最後一個單圈計時的成績來發佈這個一些成績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獎品獎金的 那提供非常好的一些福利給所有參賽的 包括我們有些免費的輪胎贈送 免費的賽車的來臨片贈送 然後有一些獎席的課程 但是這個比賽報名值 侷限在這個非正式賽車手上面 你可以擁有這個 但我們在比賽的星期五的時候 我們會有這個車手的 有跟可能跟賽會的這邊的合作 會有一些觸及新手證的這些講解的課程參與 然後會發布給你這個新手證 預計是這樣子 但是不能夠正式在比賽這些老手 這些正式的賽車手是不能報名的 這些車手我們的派賊 我們這些老手的這些賽車手 能報的只有報的Focus的改裝組 那改裝組就是所有的 只要是Focus的歷屆的各種的Focus 你都可以來參賽 那改裝會有個最高的改裝的程度 但是我們沒有低低的改裝的程度 限制 然後會分成手排跟自排 關於整個原廠組的部分 大概會做哪些改裝上的限制 可以跟我們透露一下 我們基本上原廠組來講 它唯一能變動的是輪圈 因為輪圈 它並不會影響到太多的時間速度上 輪圈你可以變動 你的剎車必須要卡鉗 是保留原廠的 然後你的內裝不能拆除 車子要保持原廠 你的車子大概只能裝個小空力套件 譬如說前面的小下巴 後面的一個不超過4公分的小尾翼 旁邊的側裙 這個我們都可以是在餘取範圍內的 了解 但太大的範圍的走位的車身的 耗件空力動力的改變是不可以的 避震器的部分 避震器的部分是可以改裝的 但是其他的 因為輪胎我們使用的是 一般的接胎 就原廠配的這個 明星這個PS4 PS4 PS4的性能其實對於 跑中 1Meg的原廠比賽來講 是足夠非常好的一個輪胎 了解 那我們這邊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說請阿三哥 對於包含我們政府 車廠 負品業者 或是車隊 還有一些想要參賽的年輕人 可不可以給出一些建議或是呼籲 我覺得先講到說 我們先講到說政府這一邊 跟企業這一邊 我覺得當然這幾年我們在看電視 政府基本上如果對於政黨沒有什麼好處的事情 他們也不太會做 政府本來不是為人民做事的 請政府記得這件事情 政府你要都為人民做事 這個是人民的運動 喜歡的運動這一期 你要為人民做事 不要只為你們的政府 政黨的勢力去做事 然後但企業也是一樣 企業的話通常是做 對他們做他們 對企業他們的有用的事情 他們才會去投入 但是我必須要跟他講 賽車運動對他們是有利的 因為你投入賽車對你的企業形象 是絕對有幫助的 那我呼籲政府跟企業或財團 很重要就是 如果投入賽車運動是沒有用的話 不會全世界都在做 台灣沒錯 全世界這些政府 全世界這些企業 他並不是笨蛋 如果說贊助賽車不能夠對他們企業形象 或是品牌形象有幫助 沒有人會投入的 他一定是非常有效 因為賽車的贊助技能 又比其他的運動還高 那為什麼要投入 因為他的效益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這邊呼籲大家要做 那為什麼其他國家的政府也在推動賽車呢 那一定是對政府有幫助 對國家有幫助的 所以說你不用想太多 你就看看別人 別人怎麼做 我們就應該也要跟著做才對 然後就是另外的一些意見給一些想要參加賽車的一些朋友 賽車運動雖然很燒錢 但是你可以選擇怎麼樣的角度去切入 怎麼樣的方式去從事 但是他還是會有比較低的一些門檻 比較低階的一些比賽 不是低階的比賽就是低級就是不好玩 其實一個運動在於你的心態 帶於你的用心的投入 一個賽車的運動其實在於說 你用什麼樣的心態去參與去投入 你就算說 並不是說 我們參加這種全世界最高級的GT比賽的 他得到樂趣就一定會比你去跑一個卡電車還多 其實不一定的 這是一個心態上面的問題 如果你喜歡賽車 以你的budget 以你的能力去從事一個你做的 你喜愛的一個運動 這是一個重點 你才能夠從中間拿得到很多的運動 這麼多年來我也看到很多的喜歡賽車運動的朋友們 好友們 然後看到我們的車隊或者看到電視 或者看到電影 然後大家都跑弄職業賽 他硬著也要去參加這樣的比賽 最後你發現成績並沒有那麼好 又燒掉了很多錢 又讓自己的財務出了問題 最後然後深入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擾 最後你不只沒有得到你的目標 你暫時你的很多的一些不與 不是開心的事情產生 其實這不是賽車的一個 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或是看原來的精神 所以說 我們會建議你要朝哪邊走 如果你是想要走職業的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就像你要從職業高五福球 或者是你要從職業的棒球 或者是職業的籃球 都是一樣 雖然賽車的開銷會比較大 但是相對任何的一個職業運動 他都從小 他基本上眼睛張開就已經在做那件事了 刷完牙洗完澡就在練身熱身 就已經在從職業運動 包括打籃球 你看他從早上打到晚 高五福球從早上打到晚 從禮拜一打到禮拜天 大家都是一樣 你想要從職職業賽車 你願意願意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投入這樣的事情 這是第一 再來考慮經費 就算縱使你有了這個經費 你沒有辦法投入這個時間跟精神 這個就不成 那你如果不是要從職業的 你想要從事其他的所謂業餘的 所以你就去衡量 什麼樣的比賽 什麼樣的比賽 什麼樣的運動 然後這些運動要花掉什麼樣的時間 哪些是你能夠做的 哪些你可以得到快樂 然後你還去從事 不要去看AI車隊跑什麼 你要跑什麼 或是你的隔壁的車隊跑什麼 或是你的朋友跑什麼 不用 因為他做自己的打算 以自己的時間 自己的金錢 自己的環境 去考量跟你自己的生活的目標 然後去考量 了解 我的問題大概今天就是這樣子 很謝謝阿三哥今天跟我們分享 包含一些賽事的經驗 還有對大家如果要參與賽車的一些建議 我很願意把我的幾十年的經驗 能夠分享給大家 好 那再次謝謝阿三哥 謝謝你 謝謝你